昆床 电脑 以及因为渗水而泛黄的墙面等等 这些损是加在一起 卢先生大概算了一下 总共是两万多块钱 事发三天之后 物业给卢先生打了电话 物业的回复是免除卢先生一年的物业费 其余损失该不负责 这让卢先生觉得无法接受 他也是难受 就是说的 咱说儿媳妇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抚 五月份就结婚 你说现在我就重新装修 这个东西是不是得放味啊 你放我得放什么时候 这个婚是不是还是解不上